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Lincent 哈啰 我是珍妮 哈啰 我是巧琳 欢迎大家观看我们的名人下午茶 那今天名人下午茶很荣幸能够约到我们马来西亚的音乐器材 真的哦 对 很难约 很难约哦这个 对对对 那他是谁呢 那我们邀请他来一起喝茶好不好 好 好 嗨 祝 sca'老师 你好 你好你好 好久不见 是呀去啦去吧 来 请坐请坐 今天我们很开心能够约到我们马来西亚的音乐器材 不知道奇怪啊老师 对哦 是的我们祝 ga老师来 我来ea慢了一步 因为很浪漫的车 所以我知道 所以我就走路 可是想不到走路也很塞人 人塞人塞住了 所以我来玩了 这个就是奇怪了 这个就是奇怪了 所以他讲话也蛮奇怪的 对对对对 其实奇怪了 说着我跟郑录就是出道不久 就是我们从小就听你的歌长大 那就知道你有去过很多国家演出 其实你是哪里人 我是马来西亚柔柏州 巴鲁巴汉 就是巴鲁巴小 哦原来是巴鲁 巴鲁出的很多歌星 对都很厉害唱歌 我是1968年唱的国家 1968年我还没有出事耶 1968年到现在已经有超过了40年 1968年那在51年了 51年了 已经在这个乐团上51年的奇怪老师 真的是相当难的 不简单的 要经过那么长的时间 还在我们娱乐界 而且知名度还很棒的老师 真的 而且我们的老师 我知道你擅长很多种乐器 会玩20多种乐器 20多种乐器 我怎样来学 小时候在会馆 学那个华业 就是那些 周围的 什么 以前 潮州会馆 不简会馆 对的 对对对 因为以前的年代啊 以前的人都比较窮 也没有音乐 学校 然后晚上呢 又没有消遣 所以很多会馆 都有好像 主办那些华业 团 都还没有西雅 也对了 华业 就是华业是二胡 古增的那一种 对啦 然后我就在会馆啦 学啦 有什么 琵琶啦 武增啦 养青啦 还有萧啦 冻萧啦 笛子啦 二胡啦 还有高胡啦 还有放纸胡 还有三弦琴 还有夜琴 我 老师讲的那样 那么多样 十多多样都不会 哈哈 没有 其实老师讲那么多样 不会不出奇 不出奇 只是有很多种乐器 我完全没有听过 没有听过 对对对对 那是两个 那些琵琶 还有二胡那些 我就思想听到 对 什么高清什么 就觉得我不知道 那其他老师 你玩的乐器里面 就只有那个 华业 中式的乐器 华业 中式的 那么西式乐器方面有吗 后来我学了就 我觉得 华业 要赚钱比较难嘛 我们人要生存 最重要要有一点钱嘛 所以呢 后来我就改学这个 西亚的器 西亚的器 就是 平常 平常 以前 我起初学就是 钢琴自己学啦 自己学 胡思自风 胡思自风 还有 以前是叫 电风琴的 在那个年代的时候 电风琴 电风琴是不是 那个手这边 按这边的拉的吗 那个是 手风琴 那个是手风琴 电风琴呢 电风琴 它是好像 有一种是用脚踏风的 给它有风 来 来吹它的琴 我们按下去 它就有声音了 然后 我们还没看过这个手 是 那么 有有 所以你们的 这个年代才有 然后这个电风琴 后来就发展到 有一粒摩托在打那个风 你的脚就不用卡它的风 那个风来制造好像口琴哦 口琴是用我们嘴巴吹风 所以那个口琴的那个 电神动制造声音嘛 电风琴就是用风 去吹那个电 真的没有看过 对 没有看过 连听就没听过 电风琴 这个科技一直进步嘛 因为电风琴有它的不发便的地方 而且变化也不大 声音不多 后来就那些音乐科学家发明了电子琴 这个就知道了 就是我们现在的 Ti-Ball Ti-Ball 那么我之前说我起初是写钢琴 后来我放弃钢琴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要去表演 要一架钢琴哦 要四五个人钢 还要教育要很大量的卡车来载 所以很不方便 所以写了这个电子琴就很方便 对 因为它不怕价 就像相当 对 又不很重 然后去到表演的地方插电 它就有声音做 而且声音变化很高 所以就电子琴 然后我又写吉他 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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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刚才那电子琴 我们也叫Poken 基础叫Poken 英文叫Poken 现在叫Keyboard 后来我又写吉他 吉他 然后我又写这些同乐 所谓同乐就是喇叭 它是用同做成的乐器 因为儿童的乐器 同乐 金银铜铁的同 哦 就是那种我们学校是那个大爸爸的那种 对 所以那种叫同乐度 哦 我还以为同乐队是儿童的乐 所以叫同乐队哦 就是浩脚 浩脚 浩脚要很长气 这个气要很强 浩脚是起码用的对不对 浩脚 浩脚是有三个按 浩脚是没有按 靠嘴唇控制 对 对 对 可以可以可以 起码应该经常是浩脚就得了 你的手 不用按 不用嘴唇来控制 靠那个气来控制 对 还有这个 这个 浩脚 吴脚 还有 吴脚 还有 吴脚 吴脚 我也会 原来只是 吴脚 都有好几种 还有 吴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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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吴脚 哦 对 对 这个真的是你一个人 可以组成一个大型业 我没经常听过吗 奇怪他本身就有一个乐队名称叫一个人大乐队 一个人大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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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奇怪老师你懂那么多乐器 其实你是怎么样会做到 就会踏入娱乐圈 哦 是 以前就是为了生活 那么我读书 还没有读完呢 我就偷偷跑去打歌台 哦 以前歌台 对 对 以前做大戏 做那种福建戏 福建戏 对 还没有开场做戏之前 八点到九点 就是要有一半年再开 对 就是早期的时候 对 大概是几多年前 就是 1968年 1968年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本地 我们歌台呢 就是会有演一些 一些不见戏潮州的歌仔戏之类的 对 当那些戏演之前呢 就会邀请一些唱歌的歌手 我们的乐手呢 就会八点到九点之间呢 就会表演唱歌 过后呢 才会进表演戏版之类的节目 对 然后就由那些歌手 唱当时流行的歌 就是往事只能回味咯 哦 我们有偏秘咯 这些老歌咯 对 六十年代的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的六十年代 那个时候的歌咯 那么就由我们业队来伴奏咯 那时候我是打主音咯 然后还有一个鼓手咯 还有一个吉他打异音咯 和弦咯 还有一个打异音咯 Base 那么为什么我会去打这个业队呢 因为我学校出来曾经去做工 我在第一份工是在油站里面 打油 油站 那么以前呢 有些油站还不是用电的 你来打油 它有一支发表枪 推来推去的 哇 还没有看过这样的油站 真的真的 这个真的是很经典 很经典 对啊 完全是没有概念 要这样子推的 完全没有看过这样的油站 对 现在打油是你一按 那个电池就烤得 对 以前真的要这样子推 好像很经典 就是类似要把那个气 给它弄上来 对 才可以把那个油出来 哦 OK 我们先喝杯水 好来 等一下我们再谈 好 那我们稍后再继续谈谈 我们奇怪老师的一切 机会 在家里面